三年的疫情造成了花莲地区的观光业者惨淡经营 历政部观光局就提出了6月到12月的补助措施 观光业者更是期盼县政府的大力行销 加强游客游花莲的意愿 今年的端午连续假期 虽然在疫情当下未提升到三级警戒 让了一谈游客从今年4月爆发疫情至今 难得廉价游客回流到每日3000人 我希望是可以回流更多 让我们游客的业者两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生意 如果能够有补助的措施 能够将业者的生意再提升再好起来 三年的疫情肆虐 从华东重骨管理处的数据中看出 端午节连续假期的鲤鱼潭 109年18000人 110年三级警戒0人 111年3000人 在109年的时候 甚至更之前 平均大概一日的游客人次 大概都有8000多人 那去年110年的时候 刚好遇到那个疫情三级警戒 所以游客数是0 那今年的话 111年 它的游客数虽然有回升 大概也只有3500人左右 跟109年甚至之前来做比较的话 确实是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从整体的数据来看 就能够感受得到 在防疫的政策趋缓之下 还是有许多民众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到花莲旅游 如何在防疫政策下 为花莲的观光产业命脉注入活水 考验着相关单位的执行方针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